嗨大家好,我们是微笑铁道时光机,串联成香蓄气机 越在地越国际,解忧之旅好惬意 因现代复古风潮崛起,盛行于1970年代的蓝皮普快 在2021年复始,带着庞大的观光人潮,重新体验南回铁路风光 本组以VR虚拟实境,竞赛作品延伸出 以蓝皮解忧好为场域之对比惊喜的独特铁道旅程 并结合联合国SDG11永续城乡理念与Tourism 2030台湾观光政策白皮书 推出符合整备主题旅游之文化及热火铁道主题旅游 透过规划 1.分零VR虚拟实境 2.怀旧捐印体验 3.分零Pockets语音导览 和4.隐藏版相分体验一系列活动 并以Libar官方账号作为活动载体 实践推展智慧体验服务 从中传递与促进永续城乡之意义 创造城乡价值 延续微笑南回曲线效应 现在为大家介绍本组所设计之VSPV微笑陪伴活动 1.分零VR虚拟实境 微笑曲线蓝皮重现为本组设计VR虚拟实境主题名称 内容主要分为文青版以及小海版 希望以此营造其惊奇对比之感 带给旅客不一样的感受 2.怀旧捐印体验 捐印属于60年代所盛行的产物 而捐印发展的黄金时期 也正与蓝皮解忧号盛行的时代相同 因此本组设计在地元素的图案 以捐印的方式让旅客制作车站纪念品 3.分零Pockets语音导览 解忧蓝皮为本组Pockets主题名称 同样分为文青版以及小海版 使旅客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随时收听 透过Pockets语音导览推广永续城乡 并了解当地历史文化 4.香氛体验 本组分别调制草本调的超纯草路 和海洋调的夏夜晚风 并采用刻上香水名称和解忧名言的文香墨片 供旅客进行文香体验活动 希望借此使整趟旅程更富解忧感 本组亦使用Lightbar官方账号 作为活动载体 旅客可以点选下方图文选单 获得VR、捐印、Pockets、微风香水 以及蓝皮解忧号等资讯 相关问题也能透过Lightbar官方账号 询问本组 是现代科技中非常适合作为旅游资讯的载体 同时也是业者与旅客沟通的桥梁 透过此次专题研究所设计出来的 VSPB微笑陪伴活动 本组总结出了以下三项结论 1.发展观光组流化 微笑陪伴活动让旅客认识到 台湾是一个多族文化 互相尊重包容的社会 并以铁道主题带动观光 再经由观光促进观光经济 达到一个具参与性 包容性之永续旅游模式 落实观光族流化 2.打造区域观光圈 保护地区文化 观光局推出的屏洞观光圈 和东部海岸观光圈 正好为蓝皮解忧号所 行进之微笑曲线 透过对乡镇地区的深刻认知 懂得珍惜资源 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以永续发展观光区域 进而延展为当地特色观光圈 3.活化城乡观光体验 增加城乡间的正面连结 利用VR、Parkets 来把三项科技为旅客带来前所未有的 智慧观光服务 以VR呈现场景 并结合蓝皮解忧号导览 联兵Parkets同时欣赏风景的方式 让旅客感受城乡观光 体验乡镇风情 又以LINEBAR作为包装活动之载体 活化地区观光发展 并增加提升观光层述效应之机会 以上三项结论 建立于SDG11永续城乡之基础下 以达成SDG11中第三点、第四点 以及DA点为条件 形成此次专题研究之成果 永续旅游 以上为本组专题介绍 我们是微笑铁道时光机 俏年成相续契机 越在地越国际 解忧之旅好惬意 谢谢大家